一点喝几泡啊 我是很爱喝的哦 我可以从早上哦 喝到晚上的哦 我是有点 有点可怕的 你跟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班 喝茶的朋友 天天 讲茶都可以的 你知道我没有做直播的时候 我告诉你啊 有时从早上到晚上 我都在跟朋友喝茶 所以 这个紫砂壶啊 这个紫砂壶 我是从早上啊 OK 这茶区 我是用不到两三年了 因为我没有用两三年 我就换一个壶了 然后我就 你看很多茶购哦 然后我就用新加坡 到眉眉 收起来 OK 那么这一个茶壶啊 现在我看应该要三五百块了 我买的时候好像两百多块了 这种茶这种 算很好的茶壶 很炒的茶壶 你用这种茶壶来泡啦 比如说刚才那一泡茶 OK 我们是用 瓷杯来泡 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改成紫砂壶来泡 它会好呢 OK 那么我就 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就是 我就跟我的朋友讲 你一个月 买一片茶 OK 这个是 讲一个想法 你不要以为它是 你可以一个一个意见而已 一个孩子 每一个月 他出事那一天 你收一片茶 然后你那片茶又真的 真茶啦 不然就买到假茶 那么一年不是收十二片 最多我是花个新茶 没有那么贵啊 如果新茶百多块 你就买百多块的新茶 你一开始出事 OK 这个一年十二片 等到他大学的时候 就是 STPM过后 他上到这个大学 你把他 二十岁 二十岁上大学 十九岁上大学 你想一下 一年十二片 十年一百二十片 你把这些茶 卖掉 还可以读完整个大学 这个 这个故事是真的 不是假的 因为我有茶友 他现在以前很多茶的 有一次我就遇到他 你的茶呢 他卖掉了 卖了跟我的孩子 上大学 他卖了多少钱 卖了四百多钱 他早期投资这批茶 他喝茶相当的久 二十多年了 也不是第一个故事 我一些茶友 很多都是收茶 然后在 因为茶 他的签字是这样子的 你收茶 你必须要 有一个签字 好像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签字 那么我们喝这些茶 那么你收那些 收收收收收收 收到二十年 十年的时候 哎呀 你收得很好 肯定会有人跟你买 如果你是 上网买 你上网买 你都不会有一个茶的签字 那么你也没有人跟人家分享 就问题就在这边 喝茶一个人喝了就不爽了 喝茶可以修身 养性 可以养生 又可以是一个中华文化 又可以让孩子他们静下来 静下 人静下来很重要 所以有一句话 千秋万叶一壶茶 这个很重要 就是很多真正的 你要沉沙事业的人 你要喝茶 因为茶是越喝 越稳重 越清醒 所以 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投资茶 我是讲 做着茶 生为朋友 OK 你跟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种一般喝茶的朋友 天天 讲茶都可以的 我没有做直播的时候 我告诉你 有时从早上到晚上 我都在跟朋友喝茶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